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在上感应篇开头讲到的 善恶之暴如影随形 这一句首先我们要了解善恶的标准 善敢善报 恶敢恶报 如影随形 而善恶的标准在哪里 以佛门的标准 随顺性德是善 违背性德是恶 这个标准就是很彻底了 那性德 师父常讲 真心是真诚 清静 平等 正觉 慈悲 我们的心念 跟这个五星相应 这个是善 而且这个善 真心是到一针法界去了 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违背这五颗心是恶 尤其跟贪嗔痴相应 这个我们就很警觉了 贪心敢恶鬼 惩恨敢地狱 愚痴就敢出生道 所以我们对这个善恶 很清楚很明白 就会很有警觉性 就会在念头当中下功夫了 所以佛门讲善恶 最重要的还是 要转迷为物 迷了 就是恶了 绝了 就是善了 而绝迷的标准 当然我们还是 都要依照经典 来对照自己 而这个迷雾 师父常讲 念念为人着想 这个是觉悟 为什么 众生与我接一体 这是觉 明白这个真相 所以念念为人着想 那念念为自己着想 这个是迷惑了 为什么 把自己这个身当作我了 贪着这个我 从我又延伸出去 就是我所 我的钱财 我的房子 我的妻额 这种种 就延伸出去 即使有我就有贪着 那贪了 就随顺 贪生吃 就是米了 所以佛门 所以佛门有一个比喻 这个大海里 大海很辽阔 比喻一个人 本有的 法身 一个人的真身 虚空法界 是自己的真身 是真正的自己 这个是真相 看大家的表情 没什么反应 打一个比喻 大家有没有做梦的经验 连做梦的经验都记不起来了 你们全放下了 是吧 请问做梦的时候 有没有山穿大地 有没有一切人物 谁变的 你看 人 心可以变一切境界 好 梦醒了没有 昨天的做的梦醒了 现在的梦还没醒 我们叫梦中 要做梦 虽然梦中的梦已经醒了 还是在做梦 所以为什么说善恶的标准在迷雾呢 雾了才不造业 才不会分别执着 分字分他 又对立 又伤害 这就造业了 一体了 哪有伤害的道理啊 有没有人看到 某个人自己捶自己 捶得很凶 然后越捶 他说越高兴 真痛快 大家看过这种人没有 可能要到精神病院才看得到 所以那叫不正常 是一体的 他绝不伤害 他自己这个身体 那假如从这里去观照 人知道宇宙万物跟我一体了 他还伤害谁 就是不明白 他才有对立 才有伤害 所以这个物啊 是讲彻底的 就是明白宇宙人生 虚空法界一切众生 就是自己 就刚刚讲到的那个比喻 大海里起了一个水泡 那个水泡呢 就是我们 物认为啊 自己的身体就是我 那个水泡就比喻啊 人误会了这个身体是我 好 那水泡觉得水泡就是他了 那他的整个身心啊 统统只着眼在这个水泡上 当有一天他知道 原来水泡不是我 大海才是我 他把这个水泡 啪 戳破 那他是谁啊 这个水泡是谁 就大海嘛 所以佛菩萨都戳破了 所以佛菩萨在哪 静虚空偏法界 无处不现身啊 这个就是他恢复自性啊 起的 法耳如是的自在妙用啊 他可以千百亿化身啊 因为他那个水泡戳破了 他可以众生有感 佛菩萨有硬啊 那我们还没戳破啊 众生有感 我们怎么硬 我们没办法硬啊 大家有没有觉得两只手很不够用 所以要学谁啊 观世音菩萨了 最重要的他恢复自性啊 才能起这样的妙用 所以为什么念念求生西方极的世界 因为往生之后啊 有弥陀本愿微神加持 人的能力可以恢复到阿维悦智菩萨 可以帮助众生啊 所以为什么说念念求生的人 那一念心是慈悲心 因为他念念念众生苦啊 自己能力有限啊 赶紧珍惜这一个 这么殊胜的机会 往生西方啊 一下子提升到这样的能力 跟着阿弥陀佛观音世智 跟着清净海会众菩萨 能够由不实方去帮助众生 所以欧毅大师讲啊 念念求生净土的心啊 是无上菩提心啊 但是这一句话大家要会听啊 不是求生净土的心啊 是什么 是念念求生净土的心啊 不是一天冒了五次求生净土 就是无上菩提心啊 今天有五个念头求生净土 有五千个念头看人不顺眼 那这个不是无上菩提心啊 这个我们得要堪验清楚啊 不然到时候不能往生说 哎呦 那欧毅大师说错了 他们都是证悟的人 不会说错啊 是我们自己理解错了 自然我们知道 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 我们不能再着在知识之力当中 自我当中 要放下这个执着啊 不能迷啊 迷惑 一定造业 知识之力哪有不造业的 之后苦暴 苦暴就要来了 所以师长特别强调啊 一念生起为自己是迷啊 一念生起为虚空法界 一切众生是物 我们这个时代啊 不从念念为人着想下手 这一辈子不可能有成就 只是结个善缘而已 这是真话 所以为自己是师 为众生是公 大公无师 就是觉悟了 如果人有师毫 师心 就不是究竟的觉悟 圆满的觉悟了 所以修学的过程呢 就是不断地把师心放下 尤其在哪里勘验呢 在团体工作当中啊 这个就非常重要了 大家冷静 去看看 现在的家庭 现在的团体 他要生活啊 容不容易 不容易哦 你看现在又大都市生活啊 赚钱都不容易啊 我们自己回想一下 在我们父母那一代啊 他们的日子很不容易哦 他们很有道义哦 我父亲啊 我是听 长辈们讲的 不是听我父亲自己讲的 我父亲 读大学啊 都是吃汤面啊 那汤面 其实里面都没有什么料的 就只有汤而已了 那为什么不敢吃面 都是吃汤面呢 因为家里穷啊 不敢给家里天负担啊 为什么说忠诚出于孝子之门 因为他这一念呢 时时为家庭着想的心 已经内化了 他自然在团体当中呢 他可以委屈自己 他可以多去承担一些 他承担的苦不苦 看大家没什么反应 你们没承担过 很多人在看德语故事 哎呀 他怎么苦成这样啊 那是自己苦 不是他苦 是我们自己想象说 哦 让我这么干了 我一定受不了了 但是他是 养不愧于天啊 辅不作于人 他良心很安啊 他觉得他为家 为团体 尽到了这一份道义了 心里非常充实 所以从家庭到团体 我们有没有这一颗心啊 念念为家庭 为大局着想的态度 这个就是去死了 家庭不容易啊 告诉大家团体更难 为什么 团体的人更复杂 他还没有血缘 亲情的基础 这个时候啊 更要互相包容 互相体谅 甚至于要 勇于去承担责任 看到没有人主动 去付出 去承担 我自己啊 先出来 不然 团体的工作 到最后做不下去了 那就对不起 大众了 所以为什么说 委屈求全 忍辱负重 不能委屈吃亏的人 他不可能负得了重 我们在看历史当中 这些忠诚啊 我们对他肃然起敬 可是我们今天在团体当中 遇到事情 有没有他们的承担跟气概 还是就怕吃亏 都只想着自己 什么事往外推 都让团体 让领导伤透脑筋 不知道怎么干事情 那我们在团体是添麻烦啊 不是帮忙啊 时时要换位思考 为负责的人思考 为团体思考 这是去实行 比方我们那时候在学校教书 排课容不容易 不容易啊 今天你给这个老师排这节课 他生气了 给那个老师排这个课 他不高兴了 那排课的人多难啊 那对于这个排课的负责人来讲 谁最让他欢喜啊 最让他感动啊 没关系没关系 那去实只是理论而已啊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还是用不出来啊 为什么用不出来 我做税嘛 我不舒服嘛 我怎么可以吃亏 为什么不是他做 言语当中啊 都是比较 都是计较的 这个时候呢 想不起来了 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空乏其身 行福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 增乱其所不能 我们本来在心境当中 做不到的 我们现在做到没有 这个才是真实的提升 跟功夫啊 而且告诉大家啊 因果是处处都在的 我们不孝敬老人 我们老了就没人照顾 我们不时时忍辱负重 为大局着想 改天我们负责事的时候 就没人帮我们 这个都是因果报应 都是感应 所以这里 师父讲到的 为自己是师 为众生是功 这个确确实实 是我们修行的下手处 而这个善恶 了凡事训讲得非常到位 大家可以好好地再复习一下 有真有假 有端有趋 这个端趋 都是从起心动念的根本去看 纯是爱人之心 则为端 有一毫分事之心 则为去 今天我们在做弘扬中华文化的事情 好事啊 看起来很有爱心 可是在做事的过程当中 常常发脾气 那这不是真爱心 这是什么 这还是明文立养的心 真的爱心怎么会乱发脾气 可是为什么还干得那么起劲 因为干这个事 人家很赞叹 很恭维啊 所以这还是 明文立养的行为动力 假如真正都没掌声了 没有赞叹了 没有力了 他做不做 真正有爱心 应该体恤身边的人 怎么会做这么大的善事 结果都是 结果都是 伤害到旁边的人 让人家很有压力 这个就不合逻辑了 所以了凡事训 这个教会啊 让我们策法原理 去看善恶啊 有大有小 有伴有满 有难有义 这些几个角度啊 我们好好地去深入 善恶之报啊 善恶我们搞清楚了 而如影随形啊 提高我们的敬畏心 两番私训里面讲的 修行啊 改过呢 要发此心 要发畏心 要发 永心 其实第三个 永心啊 跟前面两个心 是分不开的 这一生要调伏习气啊 容不容易 不容易哦 要有什么样的心态呢 不怕死 就怕忘失正念 就怕念头不对 死都不怕 宁可碎骨粉身啊 都不忘失这个正念 要有这种决心 气概啊 才能把无死结的烦恼 对峙啊 降服啊 这个永啊 从这里出来了 这个永啊 是自己本有如来智慧灯相 本有弥陀的真心啊 现在却轮转六道 随顺习气啊 太糟蹋自己了 太对不起自己了 这个修耻心出来了 然后又跟佛陀比 又跟孔子比 修耻心上来了 又了解事实真相 起心动念呢 都有因果报应 起心动念呢 是有天地有思过之神 时时神明见察 这个敬畏的心起来了 所以人能够提起羞耻 提起敬畏 都来自于他明白事实真相 真清楚了 不愿意糟蹋自己了 不愿意再造恶了 所以昨天 我们讲到王志仁 本来是四十岁短命 无耻 如影随形 那个罪报真的跟着他 但是呢 善恶之报啊 随人的善恶 他会转 一念真心啊 一念大善心呢 他的业报就转得快了 但是假如本来 是福报 而且是大福 一念违背 做人的道理了 可能这一念就把大福 完全折掉 有一个读书人 叫李生 他很会写文章 很会写文章好不好 你们稀不希望很会写文章 稀不希望口才很好 大家想一想 于敬义功 口才好不好 他讲起话来 所有的人 哇 太佩服 太厉害了 结果是把自己的福 全部折光了 生的孩子都死 死的死 不见的不见 福折光的果报 所以德 才是人生 最重要的福的基础 会写文章 有才华 不见得是好事 老子宗提醒我们 才华生之灾野 为什么呢 因为只要德行根基不老 只要有才华 我还没有见过不傲慢 所以古人很谨慎 财胜德 为之小人 这个对他自己的修学 以至于对团体 杀伤力都很大 所以有才了 德还跟不上 要更戒胜恐惧 调伏傲慢 赶紧把德行的根基牢固下来 所以这个李生 很会写文章 后来去参加科举考试 他等于是已经考上 举人了 要去考进士了 结果 他要去 渠州 渠州是南孔的地方 南孔庙的地方 经过渠州的时候 去住了一家客栈 结果 这个客栈的老板 在他来的前一天晚上 做了一个梦 梦到土地公 跟他讲 明天你的客栈 会来一个经年会考上进士的 读书人 他叫李生 你要好好接待他 果不其然 隔天 他来了 这个老板 非常殷勤 招呼他 他有点受宠 落惊 就问了 你怎么对我这么好 他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他 结果这个李生听了 当然挺欢喜的 哎呀 我今年可以考上 结果当天晚上睡觉啊 他就想了个问题 我就要考上进士了 以后要当官了 飞黄腾达 可是我 以前贫穷的时候呢 娶的那个太太啊 可能不能做这个大官的夫人 不能给我面子 他就起了这个念头 结果隔天呢 他就去考试了 结果隔天晚上啊 这个老板又做了个梦 土地公又来了 土地公跟他讲啊 这一个读书人啊 还没考上进士啊 就想着要把原配给修掉 这一念呢 把他的福给折掉了 他今年考不上了 果然没考上回来啊 老板把这个故事又告诉他了 他就非常惭愧啊 遗憾啊 所以这个善恶之暴如影随形啊 而且是一转念啊 整个福报就不一样 所以人真正明白这个道理啊 这不能起违背道德 理议的事情啊 所以福州 有个读书人叫文少祖 他给他儿子呢 找了对象啊 下了聘 给财家下了聘 结果下聘 还没娶啊 这个财氏的女儿啊 中风啊 他就找他太太商量 哎呦 还没娶过来 他已经中风了 好 诸位同仁 取不取啊 你们怎么没有声音了呢 人生最难的不是奋斗啊 而是什么 抉择哦 每一个抉择 有没有符合天理啊 道义啊 他就给他太太建议换一个 他太太说 很生气的对他讲 我有儿子啊 就让他顺天理 自然可以长久 背离商议啊 违背做人的道理啊 是让儿子快速招货 不可以这样 结果一讲完呢 因为文少主自己也是读书人啊 这么一讲就不好意思了 好好好 去去去 假如是现代的人这么讲 你跟他说 要顺天理 不可以违背礼意 他可能跟你讲 那你自己取去吧 他没有那个读圣仙书的基础啊 所以大基础很重要啊 人不学 不知道 不知义啊 所以半般教学 为什么重要 人他都不懂呢 你都没法跟他讲 结果后来啊 真的把这个财士取回来 隔年 他的儿子就考上进士了 大家想一想 这个财士嫁过来 敢不敢动 感动到什么程度 没有办法形容吧 是不 你们要入戏一点嘛 你现在就是财士的心情 那种感动会 会让任督恶脉都打通呢 你们没有这个经验 你们人生没有感动到这种份上的时候 结果后来财士的病好了 生了三个儿子 三个儿子都考上进士 哇 两代人出四个进士啊 这个在历史当中你能找到几家 就是他太太这一面 顺天理 善恶之宝如影随形啊 大福就到他家来了 好 那今天呢 先跟大家谈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